第1091集 类似的地方还有九灯和面具大前辈所在的神秘岛 以及儒家万圣山中的圣祭池 还有几块保存完好的远古天庭碎片 当代天道有缺 而这几处地方都做到了主动屏蔽天道 所以在这些地方无法接收到人间显盛的画面 甚至从这些地方出来前连看转播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们彻底断了天道的信号 处于这些地方时就和处于九幽世界一样 无法被天道触及 也就失去了观看人间显盛的福利 哎 沧海桑田哪 不感觉才几天时间就跟不上时代了 北方大帝心好累啊 这时小彩叫道 来了 砰的一声 三进四的天结一道天雷开成 只是这道天雷粗得过分 狠狠砸向小彩 北方大帝沉声道 口颂真言 配合功法 小彩早就准备就绪 他口颂真言 同时运传北方大帝传授给他的秘法 配合着真言后 这秘法的效果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面对天结时 真言和秘法更配哦 小彩感觉自己体内的所有力量 腰力 功德之力 淬炼肉身得到的纯力量 全部被抽离出来 揉成一股 附在他的身体上 同时 在真言送出的时候 小彩感觉自己的爪子 似乎承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他的小爪子不由自主地驱蹲下来 好在他是小彩雀 蹲着也看不出啥意一样 但下一刻 他的翅膀又不受控制地渐渐抬起 咦 连翅膀也要抬起 如果将我的姿势换成人类的姿势 那就是下蹲抬手 这种姿势 是不是有点眼熟 哦 当然眼熟了 和师傅一起渡劫的盗门三胜 呃 不对 是盗门三胜 在人前险胜的时候 就是这个姿势嘛 这姿势 造啥来争 对了 是抱头蹲防 怂得不能再怂的姿势 北方大帝教导我的肚结法 原来就是这一招 那么 那盗门三胜 是不是大帝说的那颗后背的传人 一时间 小彩心中思绪万千 顺从真言和密法的效果 把翅膀抬起来 这时 大帝的声音传入小彩的耳中 小彩一言 将翅膀抬到了头顶 遮盖住她的脑袋 这姿势好怂啊 轰的一声 粗大的劫雷落在她的身上 而这时候 她的身体开始瑟瑟发抖起来 啊呸 才不是瑟瑟发抖 这是有节奏的左右摇晃中 摇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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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眼热血涌动着情怀 摇摆摇摆摇摆摆摆摆 东南西北中相成一脉 反正随着小彩抱头顿防 瑟瑟发抖后 她的身上隐约浮现一层淡淡的金光 天结之雷将小彩淹没 雷柱持续五夕之久 五夕过后 小彩身边一片焦黑寸草不生 但小彩所占之处却没有一丝损伤 她的状态看上去很好 也没有受到丝毫损伤 虽然怂啊 但这杜结之法的威力 杠杠的 当初和师父一起杜结的道门三圣 能够扛过天结清淡 这杜结之法功不可没 小彩的翅膀继续抱着头 左右摇摆 心中暗道 抱头敦防杜结法 师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北方大帝好奇道 小姑娘 你见过这种杜结之法 据她所知 这种杜结之法 从她那位后辈研究开发出来后 除了将功法在她这里做过备份外 还没有教导给外人 她一直在修改完善这种杜结之法 原本准备在远古天庭传播的 只是没想到 她还没有来得及将功法传播 远古天庭却先毁了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也就是说 这部不走寻常路的杜结之法 只有她那位生死不知的后辈 和她这里有辈分 师又是从哪里见到这种 抱头敦防的杜结法呢 师萝莉回道 在宋师兄任谦显胜的时候 见到的 当时和宋师兄一起显胜的 还有千年第二三四胜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道门三松 就是因为他们渡完节的时候 其中有两位 呈抱头敦防的私室 还有一位 直接ORC式的跪在地上 天涯子道长和七生福福主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 恐怕都不会出门 至少也要等人前显胜的效果过去后 再考虑出门这种活动 还有这事 北方大帝皱起眉头 看样子等这只雀腰渡完节后 他要去问问宋书航具体情况了 别学掀机洞府之中 宋书航和苏沙十六正通过功德舍美人的视觉 收看直播 小彩这姿势 宋书航嘴角一抽 太眼熟了 是七生福前辈当时的抱头敦防之法吧 既然这种肚解法是大帝的后背创造的 那七生福前辈他们是怎么学会的 苏沙十六问道 事实上 七生福前辈他们当时会使用抱头敦防 是因为我身上一具傀儡的原因 宋书航先简单地将事情和苏沙十六描述了一遍 同时他将一时沉入手串法器中 联系那具傀儡妹子 你和北方大帝认识吗 宋书航开门见山问道 这具傀儡妹子有独立的意识 当初人前险胜的时候 他还卖了一卷 玄圣讲法稿子给七生福前辈 啊 虽然是佛门的讲法稿子 我不知道 我的记忆有些模糊 我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或许是因为我的身体被破坏得太严重 可能要等我修复好身体后 才能回忆起一些事情来 傀儡妹子回答道 啊 傀儡身体和记忆有毛关系啊 宋书航不禁吐槽起来 这具傀儡身体对应着傀儡妹子的本体 记忆方面应该和他的本体有关才对啊 更重要的是 您老连记忆都模糊了 为什么还能记得玄圣讲法稿子呀 这种东西在您的记忆中 占据着这么重要的地位吗 连失忆了都还记得它们 另外 说起卖玄圣讲法稿子 宋书航就不由地想起某个同样姓宋的家伙 宋木头在远古天庭时代似乎就干过这一行 还曾将锤修讲法稿 成功卖给了一位剑修仙子 导致那仙子满天庭地追杀宋木头 总感觉宋木头就是个坑货 傀儡妹子回复道 宋书航叹了口气 我一会就联系齐生父前辈看看 不过他应该在闭关拱不境界 不知道能不能联系的事 多谢道友 傀儡妹子很有礼貌回道 要不一会带你出来见见北方大帝 说不定他能认出你来 不要 我现在被打成这么惨 如果见到熟人的话 多丢脸 傀儡妹子立刻拒绝 但是说不定大帝能帮助到你 而且大帝的性格也很好相处 不会嘲笑你的 那好吧 但就见一面 傀儡妹子回道 成 说不定这傀儡对应的本体 就是北方大帝的那位后辈呢 此时又连续有数道天节落下 一共三波 每一波天节都没有异变 只是单纯的五行节融合 逐一降落 小彩保持着抱头敦访的姿势 在瑟瑟发抖中硬是扛住了这几波天节 天节没有异变 湿动 或许是小彩的运气好 没遇上变异天节 憋雪仙激动 毕竟变异天节才刚出来 也不一定每个修饰的天节都会异变 小彩抬头望向天节 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天节没变异 对她来说是件好事 毕竟变异天节比较难扛啊 同时她心中庆幸自己是一只小彩鹊 因为在彩鹊状态 她就算抱头敦访 看上去也不会那么怂 一直用翅膀遮盖着脑袋的彩鹊 左右摇摆的样子 还有点呆萌呆萌的感觉 这是个看颜值的世界 只要长得萌 就算摆出很怂的姿势 也很可爱啊 正当小彩这么想着的时候 天空中天节突然产生了异变 第四波天节 化为钢铁锁住的巨炮 对准小彩 诗出声道 来了 现代化天节 小彩鸟小心 北方大帝望着变成巨炮的天节 眼角一抽 当年天道和现在的真实不同 在有缺的情况下 竟然还能整出这种现代化的天节 轰的一声 天空中 那天节大炮无情开护 一颗由五行天节组成的炮弹 以疯狂的速度轰向小彩 一定要顶住啊 小彩大叫道 这一刻 他体内之前喝下的精盈清汤的药力 开始持续吸收爆发 而这些药力都被密法转化为防御的力量 隐隐间 众人看到小彩的身上 竟然凝聚出一道虚弱的身影 那是一位穿彩衣的小姑娘 脸圆圆的 有点婴儿肥 诗和别雪仙姬不认识这小姑娘 但宋书航却一眼认出 这是小彩幻化为人时的模样 当初吃了别雪仙姬的退人宴后 他就变成这个模样 和捉妖人大叔告白 虚幻的彩衣少女身影显现 然后他迅速地下蹲 洁白的手臂抱住脑袋 有节奏地瑟瑟发抖起来 针抱头蹲防板瑟瑟发抖 小彩以为自己会很萌 哼 太天真了 第1092集 其实脸圆圆的 有点婴儿肥的小彩人类版 看上去也很萌 宋书航通过功德舍美人的眼睛 收看着直播感叹出声 不得不说 大地传授小彩的这个镀结法 真的很强 呃 除了姿势耸了点外 这时苏十二十六皱起了眉头 像这种强大到诡异的防御秘法 会不会有什么缺点 或者有什么后遗症之类的 就像是那种舍身绝之类的 短暂时间内爆发出强大力量 但却是以刺激自身潜力 透支真元为代价 抱头蹲防的防御效果简直超乎想象 三品竞技的小彩连杜杰大阵都没有布置 光凭着这抱头蹲防的秘法 就轻易地扛过了前面树拨天结 毫发无伤 这种感觉让阿十六马上想起了舍身绝之类的 透支爆发秘术 就算是透支型的秘法 只要透支得不太过分 等渡结完后都可以补回来 和这秘术强大的防御比起来 付出一些小代价完全是值得的 宋书航肯定的 他可是亲身经历过这抱头蹲防秘法效果的 当时在傀儡人偶的保护下 他七生服辅主 天涯子道长 长元子四人 在八品天结下都毫发无伤 就算要透支并付出一些代价 只要不伤到根本都值得一搏 说到这里 宋书航又想起了傀儡妹子 他也会这抱头蹲防秘法 肯定也知道这秘法要不要付出代价 于是宋书航用意识联系 手串法器空间中的傀儡妹子 喂 还清醒着吗 问个问题啊 抱头蹲防的秘法 有什么后遗症吗 我一直在清醒着发呆 这个秘术的后遗症 当然是有的 如果使用秘术的时间不长的话 只需要透支一部分的能量即可 严重一点的话 可能会让肉身也受到一些反噬 一般休养几个月就能恢复 再严重一点的话 秘术结束后 需要献祭一部分的躯体 或是用特殊的天才地宝 或是法器来代替献祭 傀儡妹子回答 献祭自己一部分的躯体 宋书航心中一动 那当时在我妒忌的时候 你使用了秘法 也献祭了部分躯体 当然啊 否则你以为 那场七星八的天节 能将我摧毁成这么样 不过 我的躯体反正是傀儡之身 就算献祭一部分 以后再组装回来就好 只要核心部分不出问题就没事 傀儡妹子淡定回答 谢谢 宋书航诚恳的 谢谢 为什么 傀儡妹子好奇的 谢谢你当时救了我们 傀儡妹子回答 哦 对了 你的本体以前 也经常使用这个 暴头敦房的秘法吗 宋书航突然问道 我不知道啊 我的记忆并不完整 傀儡妹子飞快回答 宋书航点了点头 她就是刚才突发奇想 如果傀儡妹子的本体 经常使用这个 暴头敦房秘术 又或者在某个灾难中 使用了很长时间的 暴头敦房秘术 最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要将大部分身体都献计掉的话 她的身体会不会需要进行傀儡化 保持活动能力呢 也就是说 这个傀儡妹子 会不会就是本体呢 宋书航也就是突然脑洞大开 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不过很快 她自己心中就推翻了这个可能 因为她曾经用鉴定密法 鉴定过这个傀儡妹子 当时鉴定的结果 这具傀儡是莫门为VIP客户 量身定制打造的精品傀儡 并不是本体 希望小彩的天界不要拖太久 不要拖到需要献计躯体的地步 宋书航轻声道 小彩的身体紧那么点大 无论献计了什么 对她来说都很麻烦 如果小彩是人类的话 真到了非要献计部分躯体的时候 还可以考虑将蓝尾给献计出去 至少目前看来 蓝尾属于可切割的器官 至于未来科学家会不会突然研究出 蓝尾具有什么特殊功效 那也是未来的事了 真到了那个时候 宋书航也不用担心 摇齿女帝成林的自育密法 练到高级后 重新长条蓝尾出来 绝对妥妥的 但不知道鸟类有没有蓝尾啊 宋书航读的不是这个专业 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太过贫乏 唉 输到用时方恨少啊 而这时候 小彩又渡过了两波天节 天空中 那天节大炮连连轰击 都被小彩扛了过去 之后 天节又增加了十几台重型机枪 配合着天节大炮对小彩一阵狂扫 小彩继续抱头敦房 加瑟瑟发抖 稳稳地扛住了天节 就目前看来 天节的威力还逼不出 抱头敦房秘书的升级版 ORZ式杜劫秘书 北方大帝望着虚空中的天节 这个世界变得好陌生啊 这完全不是他熟悉的天节模式 将他熟悉的天节还回来呀 小彩还能撑得住吗 是有些担心的 他看到小彩的本体虽然没事 但幻化出来的人形小彩身形 却变得扭曲起来 仿佛要随时崩碎一样 放心吧 古保证他还能撑得住 北方大帝平静的 天节的模式改变了 在能量不变的情况下 攻击力却提升了很多 现代化天节对天节能量的使用率更高 修饰杜劫的难度 无疑提升了很多 或许 修饰也可以考虑一下 这种能量使用方式 北方大帝心中暗道 想想未来 两位修饰大能对战 伸手掐起法印 片刻后寄出一枚法术导弹射向对方 对方不甘示弱 同样掐动法术 寄起法术防导弹系统进行拦截 然后一连串的轰轰轰 哎呀 北方大帝狠狠摇了摇头 这画风太歪了 正思索间 天空中的天节又是一变 天节大炮 天节重机枪全部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艘武装战舰 战舰侧边 一共三排的炮孔开启 锁定小彩 炮孔中 天节之力开始凝聚 小彩心中一记 浑身的羽毛都有种要倒数的感觉 巨大的危机感压迫而来 他心中有一种直觉 这三排的炮孔同时开火的话 他恐怕要撑不下去了 北方大帝淡淡的 小绝妖 再次念诵真言 重复三次 小彩文言 飞快地念起真言 一遍又一遍 一连三次 别雪仙击的 是不是要换姿势了 跪地式肚解吗 天涯死玄盛的姿势吗 诗问的 北方大帝点了点头 正是 换一个姿势 这个秘书的防御力 还能提升一个等级 正说话间 小彩因为压力的原因 不小心多念了一遍真言 道地前辈 不好了 我不小心念了四遍真言 小彩惊慌起来 北方大帝无语 按照他的记忆 在保持抱头端房秘书的时候 念四遍的话 应该是另一个功能 守护同伴功能 这个功能就是当初傀儡妹子 在天涯世界中 用来保护宋书行 牺牲服辅主等人的时候 使用的方法 使用了这个功能后 小彩身上的防御之力 会分散开来 并扩散开来 将附近的同伴包裹 保护进去 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 算了 北方大帝叹了口气 小彩身上原本抱头 蹲防的防御度 却无法挡下后面一波天涯 现在他还要将自己身上的防御力 分散到别人身上 这是十死无生的节奏 正说话间 从小彩的身上 有一层光幕扩散开来 笼罩四面八方 北方大帝 别雪仙姬 狮 甚至是附近的 奇经的功德舍美人 都在光幕的笼罩范围内 别雪仙姬感觉自己身上 笼罩上了一层淡淡的光幕 咦 怎么回事 狮同样好奇地 打量着自己发光的身体 显然 他们几个都得到了 小彩密法的守护 大帝前辈 我现在再念三遍真言 还来得及吗 小彩大声叫道 大帝摇了摇头 举估估计 你在将秘术防御力量 分给别人后 就算使用跪地的姿势 也度不过接下来的天节了 小彩忙道 这个守护同伴的功能 能收回吗 除非你结束秘法 但在你结束秘法之后 后遗症就会爆发 以你的实力 短时间内无法再次使用这个秘法 到时候面对天节 你还是失败 北方大帝一斗 小彩的眼眶顿时湿润了 罢了罢了 接下来有孤出手打散天节吧 或许今天不是你应该杜劫的时候 北方大帝微微踏前一步 在他身边有寒意凝聚 化为一柄寒冰之矛 这根寒冰之矛锁定了虚空中的天节战舰 就在北方大帝准备出手打散天节的时候 从别雪仙亲的府内 传来一道力量波动 下一刻 白贤被直接跨越空间 出现在天节现场 借着刚才的休息 他度天节产生的疲惫完全恢复 刚才他之所以在简中赖床不起 其实是在恢复状态 完全清醒后 白贤被第一时间感应到了天节的波动 然后他直接穿过空间 然后他直接穿过空间抵达天节下方 望着虚空中的那艘天节战舰 白贤被的双眼发亮 如同看到了西式珍宝 白贤被之前在天节世界刷了好几天 刷了那么多的天节导弹 原子弹 轻弹 还刷了一些概念武器出来 然而 当他听到宋舒航说这些玩意儿根本无法在现实炸开后 心就凉了一大截 刷天节武器的动力 一下子就没了 最后他草草地刷满了最后几样概念武器 就提前结束了自己的天节 渡劫成圣 讲完法后 又马不停蹄地跑来吃饭 而现在眼前的这艘天节战舰 威风凛凛 威力看上去也还过得去 最重要的是 这东西能在现实开火 白贤被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有动力了 满血满状态 北方道友 你这是要打散着天节战舰吗 小彩不再渡劫了吗 白贤被出声问道 北方大帝道 小彩的密发出了问题 接下来的天节不渡也罢 小彩道 对不起 对不起 他太紧张了 不小心多念了一次咒文 辜负了前辈和师父的期望 那 我能收下这天节战舰吗 白贤被道 北方大帝有点懵 反正北方道友 你要将战舰给打碎 所以 不如交给我来处理吧 白贤被道 北方大帝笑道 白道友既然愿意出手 那就交给道友处理吧 说吧 大帝散去了身边的兵毛 说实话 他现在的身份比较敏感 能不出手的话 最好不出手 谢谢北方道友 白贤被感谢的 果然物以类聚 宋书航小友认识的道友 性格都很不错 是个很不错的道友 随后 白贤被纵身而起 流星剑出鞘 化为剑光 朝着天空中的天节战舰掠去 虚空中 正在蓄力的天节战舰 突然猛的一僵 原本三排炮口中的光芒 很威风的在凝聚 在壮大 但突然 三排炮口就仿佛是 突然被呛到了一样 炮口中的光芒 突突突的就泄气了 这时 宋书航和苏十阿十六 离开洞府 出来观看杜杰现场 宋书航一抬头 便看到了白贤被冲天而起 天节战舰三排炮口 蓄力停顿的画面 是我的错觉吗 天节是不是在害怕 宋书航问道 天节应该是没有意识的呀 而是一种类似固定程序一样的 针对修炼者的大劫吧 他们会懂得害怕 说实话 如果我是天节 我也会害怕的 苏十阿十六道 白贤被渡七进八天节时 都不知道是他在渡天节 还是可怜的天节在渡他 白贤被的天节 很可能是有史以来 最惨的天节了吧 天节自然没有意识 天节是一种法则的具现化 天节之所以出现异变 是因为他受到了压迫 白道游身上有什么特殊法器 或者他曾经干过什么事 北方大帝皱着眉头 疑惑问道 天节并不是在害怕 而是受到了一种压迫 所以本来在蓄力的炮口 硬生生地泄气了 但是 让法则具现化的天节 受到压迫 这种事情是修饰能办得到的 师举手道 我知道 其实大家都知道 白贤被刷了天节 哦 北方大帝冷酷的脸上一脸迷茫 白贤被之前在肚气进巴的天节 然后天节具现化为 天节原子弹和天节氢弹 白贤被感觉他们很有趣 就将他们封印起来 一眉眉地收藏 之后 白贤被一连刷了好几天的天节 诗像个抢答问题的乖宝宝 北方大帝更懵了 封印天节 还将他们存储起来 这位白道友 是修真节的人形bug吗 正说话之际 白已经落在天节战舰的边上 他伸手对着天节战舰连拍数掌 啪啪啪 每一掌下去 就有一个复杂至极的符文 落上 飞快地组成了一条封印链 仅是两个呼吸的时间 整艘天节战舰就被封印成了粽子 白贤被心满意足 他伸手虚案 直接将这艘天节战舰收到了空间装备中 王天 真的封印起来 真的封印起来收入空间法器中了 北方大帝嘴角抽搐 或许封印法也是对付天节的一个良方 唉 可惜了 只有一艘天节战舰 白贤被遗憾到 而且 这天节战舰的威力也有点弱 处于三品巅峰和四品之间的威力 不过 他外形很好看 并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唉 要是能多来几艘就好了 白贤被叹了口气 降落回地面 宋叔航道 刚才的过程 拍下来了吗 苏十二十六道 没来得及拍 我拍了 但我不给你们看 别雪仙鸡道 我要好好珍藏着这一幕 宋叔航无语 宋师兄 我也拍了 诗嘻嘻笑道 宋叔航道 诗 干得漂亮 一会传我一份 我传到群里去 嗯 好呀 诗乖巧地点了点头 这小丫头又懂事又可爱 还会做饭和做家务 上课也很认真 除了爱通宵看电视和偶尔赖床 没其他毛病 而且看电视和赖床 也是萌点呢 嗯 如果我将来生了个女儿的话 一定要将她培养成狮一样可爱 宋叔航心装暗道 白鲜被降落后 北方大地出声道 天节结束了 小彩你缓缓收回自己的力量 结束秘法 过些时间 等你密法后 一阵恢复后 再尝试重新肚结吧 下一次就要靠你自己了 我明白了 谢谢前辈 小彩认真点了点头 下一次他绝对不会再失败 他可是金刚君子刀啊 霸宋玄圣的第一弟子 他绝对不能再给师父丢脸 这时宋叔航来到小彩身边 看到他失落的样子 微微叹了口气 蹲下来伸手 轻轻拍了拍小彩的脑袋 对不起师父 我给你丢脸了 小彩轻声道 哎 完了个去 你不说我都忘记这一点了 宋叔航道 小彩无语 下回注意了啊 杜姐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 每一步每一点都不容出错 你这次犯的错误太低级了 这次是由北方前辈和白前辈 在一边替你护法 失败了还有人替你打散天节 但下一次若是没人替你护法 怎么办 要知道并不是每次度节 都有人能替你护法的 宋叔航轻声道 小彩道 是 师父 下一次我绝对会顺利通过天节 绝对不会出错 宋叔航柔声道 收起秘书吧 这个秘书持续时间越长 到时候的后遗症就越大 严重的话 需要付出的代价很大的 是 师父 小彩吸了口气 准备收起这个秘书 然而就在这时 虚空中又有新的节云开始凝聚 转眼间 一艘全新的天节战舰现身 依旧是那个型号 依旧是三排的炮口 锁定小彩 北方大帝和白前辈皆是一脸疑惑 天节不是被封印了吗 被封印和被打碎是一样的 都是由外人干涉 强行阻止了这一波天节 按理说 这样一来 天节会暂时停止才对 为什么这天节又重新浮现了 不对 这天节有变化 我记得之前那艘天节战舰 是666号 这艘是777号 别血仙机的 难道小缺妖的天节还没有结束 还要继续渡截 北方大帝皱着眉头 是否是因为天节现代化后 打散天节的手段就无法使用了 那我试着将天节挡碎一次试试 白前辈到 说吧 他伸手一招 功德之术显行于他的身后 然后白前辈随意地在功德之术上 折下了一根树枝 他先将树枝削平整 同时飞快地刻画起来 转眼间 一领一次性飞溅成形 望天 宋说行有点懵 功德之术还能这么用 下一刻 只见白前辈被掐了个剑诀 咻的一次性飞溅冲天而起 斩向天空中的777号战舰 轰的一声 战舰777号刚一登场就被斩爆 然而就和之前的一样 片刻之后 天空中的节云再次凝聚 战舰888号隆重登场 再次将炮口对准了小彩 唉 这可真是个坏消息 白前辈叹道 现代化后的天结 就算被打爆也不会停止 也就是说 以前修真界那种前辈在一边互道 一旦肚结出问题 就强行打散天结的方法 将失去效果 可以想象 未来一段时间内 修真界肚结失败 生死盗销者的数量将直线上升 肚结将变得更加危险 更加没有退录 树冈小友 将这事发到群里 告诉群里的道友 最近有要杜结的弟子 千万小心 最好再多准备一些手段 没有一定的把握 不要试着去杜结 啊 我马上发到群里 虚空中 888号战舰继续锁定小彩 要不直接强行插入小彩的天结 这样虽然天结威力可以提升到八品 但只要小心一些 我应该能扛顾天结 白线被捏着下巴微微一笑 虽然天结核弹刷得有点无聊 但再刷一趟 我倒是没问题 不妥 白道友如果插手的话 天结的威力恐怕会直接上九品 正说话间 功德舍美人突然移动 他来到小彩身后 将小彩团团包裹 然后 他使用了一个秘 第1094集 附身功德化身秘法 就是之前吃瓜圣君 用来隔空降临的法术 小彩身上的功德之力 因为前些时间 随着东方六仙子四处超度 再加上今天的仪式阵法福利 和八品精盛宴的效果 已经成功凝聚成形 符合被附身的基础要求 功德舍美人将小彩包裹后 施展秘法 融入小彩的功德之光中 北方大帝叫道 等一下 阿锦分成仙子 你不要介入雀妖的天结 你若介入 天结的威力 会直接提升到九品一声 但功德舍美人并没有回复 他融入小彩的功德之光后 脚下的皮皮精又发生了变化 精身上长出了一对翅膀 天空中 888号天结战舰锁定 小彩和功德舍美人 炮光已经蓄力到最后阶段 功德舍美人俯身 将小彩和他身上虚幻的人形彩衣少女 全部拥入怀中 下一刻 小彩身上那层守护同伴的光木 猛的一亮 疯狂的扩张开了 光木将宋书航 苏十二十六也卷入其中 白贤被心中移动 下意识地使用空间力量闪烁 直接跳跃到半空中 和他一样的还有北方大帝 也使用空间力量转到了半空中 白贤被和北方大帝对视了一眼 两者默契地点了点头 随后 白贤被寄出流星剑 默默锁定的888号天节战舰 而北方大帝则锁定了下方的小彩 还有宋书航等人 一旦天节有什么异变 白尊者就马上出手 斩碎天节 拖延他降临的时间 而北方大帝则负责出手救人 下方 白贤被逃到天上去了 宋书航道 不妙啊 白贤被有避凶救急的本能 他逃到半空中去 是为了躲避小彩刚才释放的 守护同伴的光幕 那我们接下来的处境 是凶啊 苏莎十六望着自己身上的光幕 怎么够凶法 正说话间 狮突然发出疑惑的叫声 咦 咦 此时 狮的双腿不受自己控制地 缓缓蹲了下去 然后 他的双臂缓缓却坚定地 往头顶抬去 片刻后 被光幕笼罩的狮 进入豹头蹲防的状态 身不由己地缓缓摇晃起来 狮色发抖板 点街坯记 紧接着 宋书航和苏莎十六两人 也感觉到双腿受到压力 膝盖不由自主地发软 想要往下蹲去 飞到半空去 宋书航叫道 白贤被和北方大帝跑到半空 避开了守护光幕 所以半空或许可以摆脱光幕 苏十二十六飞快 记起宝刀 冲天而起 而宋书航强撑着虚弱的双腿 来到狮的边上 将他提起 下一刻 他记起宝刀霸碎 带着狮一起冲向天空 别雪仙击在宋书航叫出声的同时 就脚踏虚空 飞快朝着天空奔去 宋书航几人 越飞越高 一直飞到白贤被身边后 宋书航才感觉自己身上 守护光幕的效果散去 但是 他身边的尸 已经彻底和小彩的 守护光幕连结 就算在半空中 他依旧处于爆头蹲防的状态 有节奏地瑟瑟发抖着 哎 说实话 这个状态的尸很萌 让人很想将他带回家去养 别雪仙击望向宋书航 你的功德神女干了什么 啊 他使用了一个秘法 附身到了小彩的身上 但我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宋书航苦笑道 宋师兄 我还要抖到什么时候 尸眨了眨眼睛 问道 宋书航道 或许得等到小彩密法结束吧 哦 师乖巧地应了一声 然后继续默默地抖动些了 喂 你们看 小彩身上的光幕还在扩当 苏沙十六伸手指向远处 白钱被盗 嗯 一直在扩当 从卷上你们后 扩当速度就没有停止 反而越来越快 以小彩本身的力量 就算他使出吃奶的劲 守护同伴的光环 也不可能扩大到这种程度 不用说 这肯定是功德舍美人附身 在他身上后造成的影响 别雪仙击道 我东府的不远处有一个小镇 光幕如果扩大到小镇上 会不会影响到普通人 北方大地文言 伸手结法印 清贺道 豪华千柱封印法 虚空中 寒冰的力量凝结 在宋术航等人的眼中 有一千根百米长的冰柱 从空中降落 落在别雪仙击洞府的外围 将整个洞府空间 牢牢封印 这样一来 守护同伴的光幕 被约束在封印阵中 就不用担心 王天 北方大地的话还没说完 从小彩身上释放的守护同伴光幕 直接透过了他的豪华千柱封印法 是封印于无物 迅速地蔓延开了 光幕的速度在突破封印法后 还一个加速 瞬间就冲到了别雪仙击说的小镇的位置 进入其中 不好 那里是公路位置 车来车往 如果开车的司机受到守护光幕影响 突然暴徒端防的话 会发生意外的 送出行动 普通人的车可不是东方六仙子那辆防撞神车 万一发生车祸 会死人的 我去处理 白仙被身形跨越空间 直接出现在那条公路之上 只是还没等白仙被出手 那层守护光幕 已经透过了公路 卷入小镇范围 来来往往的车上 司机们并没有出现抱头蹲防的姿势 他们只是感觉身体突然一暖 一阵舒服 甚至有一些长时间驾车 有些疲劳的司机 只感觉精神一阵 疲劳一扫而空 白仙被停顿了一下 看样子并不需要他出手了 光幕继续朝着小镇卷去 转眼到了小镇的一个大广场 那里有一群阿姨正在练习广场舞 原本小镇的广场舞都是清晨或是傍晚时候跳的 不过等十一国庆节时 阿姨们有个广场舞大赛要参加 所以大家抽空就会跑来练习 此时音乐正好进入最高涨的时刻 大中午的阿姨们练习得可欢快了 边上围观的人也不少 就在这时 手不光明卷到了广场上 原本正在随着音乐翩翩起舞的阿姨们 突然打了个冷颤 随后 众阿姨们一个整齐的下蹲 干净利落 阿姨们整齐的将双手放到了头上 做出了抱头蹲访的姿势 有时候就算是一个很怂的姿势 但如果很多人一起做 而且很整齐的在做 就会让人产生一种好壮观的错觉 此时周围那些不明真相的观众也是这样 在他们眼中 随着音乐广场舞阿姨们整齐的下蹲 又整齐的将手放到头上 他们还以为这是编舞的一段呢 好 这段跳的最整齐了 有吃瓜群众拍手喝彩 阿姨们自己却都一脸懵逼 我像只鱼儿在你的喝汤 只为和你守候那脚白月光 然后众多阿姨们抱头蹲访 随着音乐开始有节奏的瑟瑟发抖起来 这画面美得心碎 观众很懵 有过了四季 荷花依然响 等你晚再睡中央 阿姨们继续有节奏的瑟瑟发抖 之前整齐的抱头蹲访 还可以理解为舞蹈动作的一部分 但现在这算什么 观众很懵 等你晚再睡中央 阿姨们还在抖 抖个不停 这画面可有魔性了 人们看着看着 都有种陪着阿姨们一起蹲着发抖的冲动 甚至这个画面 短时间内想忘记都不可能 观众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守护光幕跨过了广场舞广场后 继续向小镇深处涌去 留下了一地抱头蹲访 瑟瑟发抖的萌萌阿姨们 可奇怪的是 观众中却只有三四个中招 陪着阿姨们蹲地瑟瑟发抖 难道这片守护光幕 还会筛选它想要的人 守护光幕继续前进 在距离广场不远处 有一个大型会馆 虽然是在假期内 却还有一些苦逼的人没有休息 被召唤过来听几位大人物的演讲 几位大人物轮流上场演讲 每位讲完后只留出十分钟的休息时间 下面听讲的人们听得是昏昏欲睡 再加上已经中午 肚子也饿 又累又饿 苦逼的人群已经进入地狱模式 就在这时 守护光幕卷入会馆 原本昏昏欲睡的人们 突然眼睛一亮 清醒过来 紧接着他们发现会馆台上 那位正在演讲的大人物 突然站了起来 或许是坐得久了 猛的一站起来时 这位大人物还险些站不稳 伸手向前一靠 这一靠 就将他身前的桌子推翻开了 接下来 这位大人物顺势蹲了下去 双手缓缓抱到头上 摆出抱头蹲防的姿势 下方的人群很懵 接着 这位大人物开始有节奏地摇摆起了 这节奏有毒啊 下方的人们也不由自主地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整齐地下蹲 抱头 随着大人物一起摇摆 瞬间 整个会馆简直变成了 邪恶魔教的遗事 第1095集 就这样 守护光幕席卷整个小镇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抱头蹲防瑟瑟发抖大群之中 白线被扶在空中 关注着整个小镇 防止发生意外 而盯着天节的任务 则转交给了北方大地 不过 从头到尾 守护光幕都没有给小镇造成危害 那些正在忙碌 干活 或是在休息的人群 都不受影响 凡是被挑中 进入抱头蹲防模式的人群 都是那些闲着没事 或者是就算进入蹲防状态 也不会造成影响的人 小镇上 那些进入抱头蹲防瑟瑟发抖的人群 开始交流起了 有 李哥 你也在抖啊 小刘啊 好巧啊 你也在抖啊 是啊 真巧啊 我边上是你的新嫂子 她也在抖着呢 类似的交流 正在小镇的各处发生着 人类是种很奇怪的生物 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突然不受控制地进入强制抱头蹲防瑟瑟发抖状态 人们心中一定会很恐慌 甚至可能会尖叫 但当周围有一大片的人都和自己一样进入抱头发抖的状态时 人们就会莫名其妙地安心很多 虽然心中还是有些恐慌和疑惑 却还能保持理智 甚至有人还有心情交流扯淡 哎 话说 我们要蹲着抖到什么时候呀 太久的话 我感觉我的身体会吃不消呀 谁知道呢 不过 我感觉在抖的时候 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仿佛年轻了好几岁呢 哎 我也是 感觉我的腰肉不成了 腿也不抽了 别说啊 越抖越来劲 我感觉自己的咳嗽都好了 哎呦 哎呦 但是我有点想上厕所 上厕所的带我一个我也想上啊 哎 这怎么办呢 哎 能不能一边抖着 一边往厕所挪动 说话间 有几位抱头蹲访的人 开始尝试着挪动起来 先是在瑟瑟发抖的时候 小小的挪动 等熟练后 开始小小的挖跳着移动 只要保持着抱头蹲防这个动作 瑟瑟发抖不要停 移动没问题 唯一的问题是 每一次的挖跳都会让尿急更强烈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厕所 小镇上 进入瑟瑟发抖的人越来越多 一开始瑟瑟发抖的都是受到守护光幕影响的人群 但后来有很多人看到同伴们都进入瑟瑟发抖状态 而自己没有进入时 心中有些耿耿的仿佛自己变得不合群类一样 于是有很多人也默默地随着自己的同伴 蹲一下抱头 跟着节奏左右摇摆起来 说实话 这动作保持久了 还蛮累的 另外 一些没有进入瑟瑟发抖状态的人们 则掏出自己的手机 飞快地将这一幕发布到网上 越来越多的人将这一幕扩散开了 在当地的城市论坛上 这些小视频照片都被集合到一个帖子中 置顶佳惊 这是某个小镇的节目吗 这小镇看着眼熟啊 有网友询问道 奇怪了 这么多人蹲着发抖是什么意思啊 是要什么活动吗 是不是蹲得最久有奖励的那种 抱头蹲防这个动作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我建议有可爱的萌妹子 或是同样可爱的少年来做这个动作 阿姨和大叔们 爷爷奶奶们就不要凑热闹了 而且这个姿势很累 爷爷奶奶们要保重身体啊 广场上的画面有毒 我的菜和鸡狗眼都要失明了 哎 等一下 这个会馆里的画面是邪恶教现场吗 哎呦 恐怖 这哪是什么邪恶魔教仪式 分明是扫黄现场吧 世界已经被无等所征服 颤抖吧凡人 在无等身下惨叫吧 而在小镇人们被抱头蹲防姿势征服的时候 888号天节战舰已经对着小彩连连开火 北方大帝一直关注着小彩渡劫时的所有细节 若仅是小彩本身 当然无法让北方大帝这么细心的关怀 一只小雀妖 哪怕和宋书航是师徒关系 也不值得北方大帝投入这么大的精力 别说是小彩了 就算是宋书航渡劫 也不值得大帝这么投入 大帝之所以会仔细关心小彩的每一个细节 主要就是因为此时附在小彩身上的功德舍美人 888号天节战舰每一次开火 炮光都是透过了功德舍美人的身体 直接落在小彩的抱头蹲防密法之上 天节的威力并没有加强 似乎在天节看来 功德舍美人并没有插手小彩的杜节 小彩的抱头蹲防密法顺利挡下了每一波炮火的洗礼 之后天节战舰稍稍停顿了片刻 又开始了第二次开火 这次不仅是侧方的三排炮口 还有战舰上的主炮 同样锁定小彩同步开炮 炮火闪耀 小彩的密法防御产生的人形小彩一阵波动 但还是顽强地挡下了第二波炮火 和上回一样 功德舍美人依旧像是局外人 不受天节影响 奇怪了 阿锦分城仙子 应该已经介入却要的天节才对呀 北方大帝紧皱着眉头 以小彩本身的实力 在发动守护光幕后 根本扛不住天节战舰的炮火 大帝可以肯定 阿锦分城仙子在后方补充小彩能量 并强化了爆头敦防密法的防御效果 他这样做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插手小彩的天节 但天节似乎根本没有感应到这一点 没有增强天节的威力 难道是阿锦分城仙子 抓到了天节的某个漏洞 北方大帝心中暗道 当今天道有缺 变异后的现代化天节 说不定真的有漏洞可钻 正当大帝思索之际 缠绕着小彩的阿锦分城仙子 发生了变化 从守护光幕笼罩之地 有一股类似怨力的能量 向功德舍美人聚集 这是怨力香火修炼之道 北方大帝皱着眉头 香火修炼之道 普通的修炼者并不愿意去接触 这种修炼法约束很多 而且最多止步于八品境界 终身无望劫先 而这还是次要的 最让修炼者无法接受的是 香火修炼之道 对香火怨力的需求很大 若是香火怨力不足 境界就会大将 阿锦分城仙子 在尝试香火之道 为什么 北方大帝不明白 明明吃瓜道人 说过在那功德网络里 隐藏着一条无主的长生之道 阿锦分城仙子 为何不尝试那条长生之道 反而要研究这种修真者 看来没前途的香火修炼之法呢 这时功德舍美人又有了新的动作 从守护光木中凝聚而来的愿力 被功德舍美人凝聚成了一个小球 最后他将这个小球拍向了小彩 准确来说 是拍在了小彩身上的一个印记之上 那是霸诵玄圣的圣印盖章 北方大帝眉头越皱越深 他实在无法理解 阿锦分城仙子的行动有什么意义 然而小彩却是眼睛一亮 他感觉到了身上印记的变化 紧接着 他在直觉的驱动下 使用了一个异能天赋 服用过儒家君子金莲莲子后 每个使用者都能获得一个异能天赋 小彩曾经从宋书航手中 得到过一枚莲子加泉水 得以严命百年 他当初领悟的异能天赋 是一种叫圣身的能力 但这种能力有什么用处 小彩完全感觉不出来 他曾尝试过催动这种圣身能力 但身体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只感觉这种圣身能力 在向四周搜索着什么 但一无所获 而现在 他的圣身搜索到了信号 这个时候 小彩凭着直觉 启动了圣身 天空中 欲刀而行的宋书航微微一震 他感觉自己的意识 似乎分裂了开了 这种感觉 就仿佛是当初 他使用侦察替身傀儡一样 一部分的意识分裂出去 附在替身傀儡之上 此时 他的主意识还在自己体内 维持着遇刀而行的姿势 而另一部分意识不断地坠落 传递给宋书航强烈的失重感 片刻后 分意识恢复清醒 宋书航感觉自己的身体变得有些古怪 他似乎保持着蹲的姿势 两条手臂正放在脑袋上 啊 宋书航控制着分意识抬起头来 接着他看到了庞大无比的功德舍美人 正将他团团保护 What 宋书航心中涌上一种不妙的预感 下一刻上百发炮火落在他的身上 将他炸得怀疑人生 与此同时 浮在虚空中的宋书航主意识 清晰地看到了下方小彩 透过翅膀抬起头的画面 以及天节战舰将上百发炮弹 轰向小彩的画面 WOW 嘞嘞 宋书航叫道 他马上明白过来 他分裂出去的那部分意识 来到了小彩体内了 之前他还在吐槽小彩越来越像他的小号 现在小彩就真的变成了他的小号 而他接下来要代替小彩承受天节 是功德舍美人在搞事 宋书航心中下意识地想道 另外 他这状态 算是大号带小号升级吗 第1096集 为什么我的意识会进入到小彩的体内 宋书航心中发懵 但现在不是想这么多的时候 头顶上的天节战舰又一波轰炸 炸得他愈先愈死 并且从他接手小彩的身体后 抱头蹲防密法的防御效果在持续下降 随时都可能崩碎 总之 先帮助小彩度过这次天节再说 目前的小彩就是低配版的宋书航 他先是跟着宋书航修炼了超度之法 功德之光已经成形 接着又修炼了刚手 并得到了儒家金刚身的修炼法 只是还没有开始修炼 然后功法方面 他今天才刚转修 三十三寿先天仪器功的巨精篇 就这样可以说是宋书航立身修真界的最基础模板 未来宋书航还准备将自己的刀法轻囊相授给小彩 让他能和金刚君子刀道号相符 鸟如其名 因为人物模板很接近的原因 宋书航在明白真相后顺利接手了小彩的身体 接着他第一时间运转三十三寿先天仪器功 对小彩而言 他今天才刚接触这部功法 但对宋书航而言 运转这部功法已经成为了他的本能 融入他的灵魂 他意念一动 小彩体内的腰力就按照功法疯狂运转起来 仅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小彩的三十三寿先天仪器功便成功入门 又因为小彩本身已是三品境界 体内经脉已通 气海丹田已经开辟 所以宋书航只是控制着他的腰力运力一周 就成功进入三十三寿先天仪器功的第二篇 在小彩的气海丹田中 凝聚出一根真状的伪先天真气雏形 这道伪先天真气雏形 可以通过服用零售精 在三品境界前 幻化为一只肥精模样的伪先天真气 诶 这和灭凤公子的CPU拥有一曲同工之妙 就是功能相反 宋书航心中暗道 思索之间 他的主意是从本体首串法器中取出一盒灵兽精 里面装着三十三种灵兽的灵兽精 当初宋书航将三十三寿灵兽精收集集全后 因为他自己很快从三品晋升到了四品 灵兽精还剩下很多 趁着天界战舰一波轰炸后的蓄力期 宋书航本体将盒子用力扔向小彩位置 小彩依旧保持着暴徒敦防的姿势无法动弹 他若是移动 密法防御就会失效 不过功德舍美人却可以行动 在收到宋书航的命令后 他伸手稳稳接住了盒子 接着他取出一枚小型猫系灵兽精 往小彩的嘴里塞去 宋书航的分义时则控制着小彩 默默运转精吞术 在这里还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精吞术并不是开始修炼后 马上就能使用灵兽精的 至少也要小成之后才行 宋书航的本体早已将精吞术炼到大成 但附身小彩身上后 也不知道现在小彩的精吞术等级 按哪个级别来算 另外小彩身鸟类 它没有牙齿 它无法像宋书航那样先用牙齿咬碎灵兽精再食用 诶 不知道小彩的沙囊能不能将灵兽精粉碎呢 诶 先试试吧 如果小彩能顺利消化灵兽精的话 那就争取一口气吞完33颗灵兽精 如果失败的话 凭小彩三瓶的体质 将灵兽精吐出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灵兽精被塞入小彩嘴里 宋书航控制着他的身体 一口将灵兽精吞下 精吞术全力运转 或许是小彩本身已经拥有三品的实力 体质强大 消化能力也更好 也可能是附身在他身上的宋书航 本身精吞术已经大成 总之 这位灵兽精被吞下后 飞快地被小彩的身体消化 33兽先天仪器功运转 这道灵兽精里的力量就被吸收 一部分力量被爆头敦防密法直接带走 化为密法防御的力量 另一部分力量存储到小彩丹田中 在那道伟先天真气雏形的边上 画出一只猫的虚影 开始打转 诶 成了 宋书航心中一喜 就在他成功转化一颗灵兽精的时候 一段记忆突然在他的脑海浮现出来 妖精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200个本事之 被动反击技能篇 女妖如何成功变身男主人的小三 并和男主人的道吕攻斗13招 男妖如何博取女主人欢心 踢掉女主人道吕成功上位72法 我操 这段记忆怎么突然浮现了 这段记忆是宋书航最想忘记的记忆之一 来源于他入梦宗娘人生时 加入全世界妖怪联合起来成为一家人 这个有爱的组织后学会的秘籍 宗娘当年很天真的认为 这真的是绝世秘籍 宋书航都尽量不回忆这段记忆了 为啥今天又突然浮现了 难道是因为小彩也是全世界妖怪 联合起来成为一家人的成员 所以自己附身在他身上后和他产生了记忆共鸣 引出了这段记忆 啊 急事 叹了口气后 宋书航对功德舍美人继续下达命令 功德舍美人又取出一块犬系灵兽精 塞入小彩嘴中 天节战舰又一次开火 火力更猛了一些 宋书航感觉抱头敦防秘法 已经摇摇欲坠 必须加快速度了 如果能在密法防御时效前 将三十三兽先天仪器弓再上推一个境界 凝聚出那道伪先天真气的话 再凭着逆临刀法 说不定能扛一扛余下的天节 宋书航心装暗盗 再次施展精吞术 吞下新的灵兽精将它消化 重复上面的步骤 一只犬的虚影在伪先天真气雏形边上显现 就在这时 宋书航脑海中又浮现一道记忆 依旧是妖精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两百个本事 这次是神圣偷窃术 接下来 宋书航每吞服一枚灵兽精 那个奇葩的妖精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两百个本事 就会强势出现在他的记忆中 如何顺利地组队打劫人类修士 打不过人类修士投降的五百种方法 漂亮女妖绝技之魅力色诱之类的神技 纷纷浮现在宋书航的脑海 这是猛刷存在感的节奏啊 一直吞服了27枚灵兽精 和之前一样 宋书航每吞服一枚灵兽精 那奇葩秘籍就会浮现一次 宋书航保持着施展精吞术 同时心中沉思起来 不对 这不是记忆共鸣 如果只是简单的记忆共鸣 这片奇葩的秘籍刷几次存在感后 就会消失才对 特别是以宋书航的修为 对自己精神力的掌控很强 不可能让奇葩的秘籍 一而再再而三的强势刷存在感 除非 这篇诡异的妖精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200个本事 和33兽先天仪器功加精吞术之间有联系 一想到这个可能 宋书航脑海闪过一道灵光 他想起了上一回同挂仙师私聊回复他的消息 兽神部的暗中传承并不在人类修饰的身上 暗中的传承交给了灵兽和妖兽 由他们组成了一个妖修和灵兽的联盟 负责传承兽神部完整的传承 一个全部由妖修和灵兽组成的联盟 全世界妖怪联合起来成为一家人 显然很符合这个设定 这个奇葩的妖怪组织只收妖族 以及一些实力高强的灵兽 虽然这个组织很不靠谱 但不可否认他们生命力顽强 而且既然是暗中传承的话 那他们在表面上看起来 绝对不会和33兽神宗联系到一起 宋书航又想起了宋木头的作风 以对方那种生命不止 作死不息的风格 还有那种让人牙疼的性格 会创造这种奇葩的妖修联盟 似乎也很正常 宋书航沉默下来 假如全世界妖怪联合起来成为一家人 真的是寿神部的暗中传承 那么33兽先天遗弃功的完整版 很可能就是这篇奇葩的 妖精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200个本事 难道要破译了这篇奇葩的秘籍 才能得到完整版的33兽先天遗弃功 如果这是真的 那他接下来 莫非要苦修妖精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200个本事 从中寻找真相 有那么一瞬间 宋书航脑海中产生了剧烈的抗拒 这篇奇葩的秘籍太羞耻了 耻辱度简直爆表啊 若真的要他认真修炼这秘籍 那还不如去和白前辈玩高空蹦极来得干脆呢 或许是我猜错了 毕竟这只是猜测 天下妖修联盟那么多 不一定真的是这个奇葩的妖修组织啊 而且 我在修炼33兽先天遗弃功时 记忆中也已经从聪娘那得到了奇葩秘籍 我自己修炼先天仪器功的时候 两者也没有产生共鸣啊 宋书航心中暗道 思索间 功德舍美人已经将33枚灵兽精 全部喂给了小彩 在小彩体内那尾先天真气雏形的边上 33只虚幻的兽影飞快地旋转着 随后33道兽影冲向真气雏形 和他融合 和宋书航当时凝聚伟先天真气肥精虚影的状态差不多 小彩凝聚的同样以聚精为本体 其他32兽的虚影全部融入精的身体中 不过和宋书航最终的肥精虚影略有不同 小彩凝聚出来的聚精虚影 体型修长 而且背后的翅膀 比起聚精的身体还要庞大许多 虽然总体外形和宋书航的肥精一样 不过一个是胖子 一个很苗条 聚精虚影凝聚成功 代表着小彩的33首先天仪器功 进入第三篇 当这道代表着伟先天真气的聚精虚影成功凝聚后 宋书航脑海中不断浮现的奇葩密集记忆终于消停 这时天空中的天结战舰又是一波轰炸 小彩身上的爆头敦房秘法 在撑过这一波轰炸后达到了崩溃的临界点 他身上的虚弱的人心小彩消散 再维持爆头敦房已经没有意义 功德舍美人轻轻后退 从附身功德化身状态中退出来 他离开小彩的身体 回归到宋书航本体身后 失去了功德舍美人的加持 小彩身上的爆头敦房秘法 无法再维持 他身体微微一震 防御秘法消散 天空中 施罗利终于恢复 他伸了个懒腰站起身了 同一时刻 附近小镇上 原本蹲着抖个不停的人群 同样恢复 一个个飞快地站起来 半空中 北方大帝和白 一直关注着小彩的变化 北方大帝看到功德舍美人 回归到宋书航身边后 就暗暗松了口气 虽然功德之光不死不灭 但他插手天洁 北方大帝还是担心 他会出意外 白前辈则望向了宋书航 小彩身上 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从他身上感应到了 你的气息 也不对 不能说是气息 但感觉小彩 突然变得像你一样 白前辈你这都能感应出来 宋书航的本体道 刚才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我的部分意识附身在 小彩的身上 就像当初使用侦察傀儡人偶一样 现在控制着小彩身体的 是我的部分意识 北方大帝皱着眉头 你这已经是插手天洁了 天洁会没有感应 之前的功德舍美人也是 明明已经强行插手别人的天洁 天洁的威力却没有提升 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啊 宋书航本体望了眼身边的功德舍美人 或许他知道一些内情 但是功德舍美人现在没有和人交流的能力 也可能是他故意不和人交流 失去了秘法防御 你和你的弟子 能撑得住下面的天洁吗 今天的天洁很诡异 节云无法再打散 面对天洁 修士只有死拼到底一条路可走 不成功变成人 劈吧 我感觉小彩现在的状态很不错 宋书航回道 小彩在渡劫前使用过八品精胜汤的药效 还在源源不断的发挥 并且刚才小彩一口气吞下了33枚零兽精 他现在的状态可以说处于巅峰 可以拼一拼的 说话间 虚空中的天洁战舰又一次开炮 这一次 战舰上所有的炮口 发射器齐发 威力全开 这应该是最后一部天洁了 能不能成功 就看这一波了 白千辈出声道 宋书航点了点头 接下来让他试试一件事吧 底下 宋书航控制着小彩的身躯 双翅平曲 莫运钢手秘方 小彩的双翅染上漆黑的钢铁之色 可惜他还没来得及修炼如门金刚身 否则效果更佳 来吧 宋书航心中暗道 下一刻 小彩眼中有刀翼浮现 在他身上 那枚霸颂圣印 微微明亮 同一时间 从宋书航的本体上 有一缕细微的先天真元 透过圣印 进入小彩躯体 果然可行 他附身于小彩身上 自己本身的境界和功力 带不过来 但是刀翼却能够成功施展 只要刀翼能有 三进四的天节 我镀定了 宋书航哈哈一笑 刀翼化身铠甲 凝聚在小彩身上 头盔 胸甲 甚至连翅膀和脚步 都有小巧的盔甲浮现 同时 宋书航以小彩的翅膀为刀 施展逆鳞刀法 最强守护之刀 逆灵式施展开了 刀器化为针笼 将小彩团团包裹 轰轰声 来自天节战舰最后的爆发 炮火光芒将小彩淹没 所有炮火轰完后 虚空中那艘天节战舰 竟然狠狠砸向宋书航 当真有赶死队的风范呢 炮弹打完了 连船身还要撞上去 和敌人同归于尽 白道友 关键时候 你可不要突然上前 将天节战舰给封印了 北方大帝突然到 白圣很无语 我看起来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吗 这一集已经是小彩杜劫的最后一集 如果我将天节战舰封印了 小彩的天节就前功尽弃 说不定又要再来一波战舰了 如果我要封印战舰的话 绝对会在战舰刚出现的瞬间就出手的 白圣道 天节战舰撞上地面 再次引发爆炸的狂潮 爆炸一直持续了二十息之久 才渐渐散去 成功了吗 诗问道 宋书航道 妥了 下方小彩的身影浮现出了 此时的他看起来格外狼狈 漂亮的羽毛都焦黑了大半 小小的身躯更是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天节结束了 宋书航的意识从附身状态回归本体 接下来要问问小彩刚才是怎么回事 总不可能他真的成了我的小号吧 宋书航心装暗道 苏绅二十六道 等一下 小彩没有晋级 按理说 渡戒结束后 小彩就应该从三品晋升四品呢 但下方小彩虚弱地趴在地上 没有要晋级的迹象 难道是因为渡截作弊被发现了 被取消了晋级资格 诗担心道 这 这 不太可能吧 宋书航道 这时 北方大地平静道 他在渡新魔节 又是新魔节 宋书航眉头微皱 将他转移到别雪仙鸡的洞府中 新魔节的话 没人能帮助的 只有等他自己度过 北方大地出生道 别雪仙鸡道 我送他回去 正好厨房里的八品精盛宴 小料理一下 刚才这场天节的时间 超出我预计了 谢谢仙鸡 宋书航道 别雪仙鸡微微一笑 不用客气 说吧 他操纵着飞舰降落 带着处于新魔节状态的小彩 回归洞府 等他进入洞府后 师 戳了说宋书航 宋师兄 让别雪仙鸡 带着小彩一个人回去的话 他不会将小彩做成菜吧 让一位仙厨和一只看上去 很可口的雀腰单独待在一起 真的没问题吗 苏十二十六 北方大帝宋书航都是一证 应该没问题吧 以我看 别雪仙子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继续吧 书航小友 你这不是还有一位要杜劫的吗 北方大帝道 宋书航道 啊 聪娘也要杜劫 她说二进三 应该比较容易 说吧 她伸手一招 从核心世界中将聪娘释放出来 啊 终于轮到我了 书航 我要怎么杜劫 我还没来得及名句刀意 单靠天气宝典能行吗 聪娘焦急的 放心吧 北方前辈会教你一招杜劫法 但是 你一定要细心 一会杜劫时 绝对不允许出现一丝差错 宋书航 宋书航严肃的 聪娘看到宋书航严肃的样子 窃窃地点了点头 放心 我都听你的 我一定细心 不出一点错 北方大帝上前一步 来到聪娘身边 和之前一样 她伸手一点 就将抱头敦房的秘法 传授给聪娘 教导的过程和小彩一样 确定聪娘能运转抱头敦房秘法后 并叮嘱她一会儿念诵真言时 次数不要出错 一切准备就绪 聪娘声呼吸 将自己丹田中的真气全部释放 龙角丹田中的真气喷涌而出 引下天结 劫云凝聚 紫色劫雷在劫云中穿梭 轰隆隆地炸响 而就在这时 在聪娘即将渡劫的时候 北方大帝 白前辈 宋书行 苏十阿十六 狮 以及洞府中的别雪仙姬 全部抬起头来 神色凝重地望向虚空 这次并不是又有玄圣 人前显圣 但比起人前显圣来 这是更重要的事情 诸天万界的修炼者 只要修炼到了二品以上 都心生感应 当今的天道 终于撑不住了 天道有缺 这一界的天道来历不明 无人知道它的根底 它拥有着强悍到变态的恢复能力 但在和儒家圣人争夺天道的一战中 被儒家圣人施展本命天赋积伤 自身的存在变得残缺 数千年来 顶尖的结仙和长生者们 都隐隐感应到天道有缺 知道迟早有一天 它会撑不下去 到时候就是一个大时代的来临 但是没人能确定 当年天道能撑多久 虽然有缺 但天道还是天道 说不定人家能撑个几千上万年呢 而现在天道的存在 进入倒计时 我擦 难道真像赤霄子说的 这葱妖拥有无限的未来 赤霄剑不由自主地吐槽 这只葱妖第一次渡截 刚进入渡截状态 当今天道就撑不住进入倒计时 莫非这葱妖真要上天 成为下一任天 第一千零九十八集 无限的未来 赤霄剑倒有在说葱娘 宋书航好奇问道 赤霄剑默默点了点剑筋 是啊 怎么个无限法 宋书航又问道 葱娘像咸鱼一样的活法 她的未来要怎么个无限法 哎 不可说 不可说 赤霄剑摇了摇剑身 毕竟 这株葱未来可能成为天道的说法 说出来没有人会相信呢 这是身边的北方大帝眉头微臭 冷酷的脸上浮现无奈之色 哎 连顿饭也不让姑好好吃 说吧 大帝对宋书航道 书航小友 姑可能要先避世一段时间 啊 和天 和那啥有关吗 宋书航原本要说的是天道两字 但担心现在直说天道二字会有避讳 于是只讲了一半 没错 和他有关 北方大帝继续解释 本界的天有缺 他的存在进入倒计时 在他执掌道的最后一段时间里 注定会有动荡 而他除了自己长生之道的修炼者 将成为动荡其内被针对的目标 其次就是顶法的界限 和上一届天道不同 上一代的天道是自己不想干了 任性的说走就走 所以没有动荡的时间段 而当代的天道可以说是自身有缺 无法再执掌天道 如此一来 在他执掌天道的最后一段时间里 可能会有疯狂举动 而长生者是最有可能接替他成为新天道的存在 肯定会为他针对 近期内 长生者和节先期的存在 大多会选择避逝 哎 古才刚复活 好不容易要吃顿好的 这才迟到一半 却发生这种事 北方大帝叹了口气 前辈 我可以给你打包 虽然味道可能会差点 你能稍等片刻吗 憋雪仙击的声音传递过来 北方大帝闻言 冷酷的脸上顿时浮现暖洋洋的笑容 真的能打包吗 片刻的话没问题 那请前辈稍等片刻 憋雪仙击的 宋说行则想起了李殷竹 那北方前辈 冰破丹怎么办 放心吧 古到时候将那只笨龟带过来给你 他可以带你取取冰破丹的最后一位药材 然后炼制这位丹友 不过带他过来前 古要将他的境界封印一下 免得他也受到动荡的波及 北方大帝回道 也就是说 那只望天玉色大海龟 也是九品劫仙的境界 听到大帝友安排后 宋说行心中一安 谢谢前辈 此时 宗娘的天结终于降落 二进三的天结 威力比起小彩的天结肯定要弱很多 只要不像宋说行那样摔 遇上第十一波天结 那宗娘凭着抱头蹲防秘法 度过天结应当没问题 轰的一声 天结落下 望着眼前的天结 宋说行一阵沉默 同样沉默的还有边上的北方大帝 白前辈 苏十阿十六和十 不是天结太强 也不是天结现代化了 而是眼前出现的天结 好弱呀 吸得只有手指粗的节雷 落在葱娘的身上 然后电光在葱娘的防御上炸开 这就是第一波天结 接着是第二波天结 两道节雷落下 同样细的让人心酸 第三波天结 三道节雷降落 还是那么细小 如此循环 一直到第七波 再接着 诶 完了 天空中的节云开始消散 这天结 怠惰至极 就仿佛是走了个过程 这种威力的天结 葱娘根本不用密法防御 就算躺着像咸鱼一样 从头被劈到尾都不会有问题 这这这 这几个意思啊 宋书航瞪大眼睛 赤消剑道 难道 这只葱妖 真的是特殊的存在 它真的会成为一株葱女帝 镇压千古 正道成为天道吗 北方大帝道 不怀疑 天结会不会是受到了刚才的影响 或许是天道进入倒计时状态 所以引起了天结的异变 白前辈望着葱娘 打量了片刻 葱娘也进入到新摩羯状态了 新摩羯 但是葱娘是二进三的天结 没有新摩羯的吧 宋书航下意识问道 二品没有新摩羯 这是常识啊 但是 他已经进入新摩羯了 白前辈道 众人皆沉默下来 看样子真的和天道离职 倒计时有关 这时 下方的葱娘趴倒在地 浑身瑟瑟发抖 不要 不要这样 好疼 啊 饶了我吧 舒航 不行了 啊 好糟糕的台词 宋书航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苏十二十六 诗 北方大帝 急急转头盯向宋书航 连白前辈也是嘴角上扬 打趣地望向他 宋书航捏着下巴淡定道 他的新摩羯 难道是被我掐葱尖尖 憋血 是憋血魔女 不要靠近我 啊 葱爆羊肉 葱油饼 姜葱炒螃蟹 葱肉包死 葱花骨鱼 葱娘嘴里开始抱起长长的菜名 每一道菜都和葱有关 宋书航道 啊 我已经能猜到他的心魔内容了 苏十二十六等人默默点头 又是心魔节 将他带进去和小彩安置到一起吧 能不能度过心魔节 就看他们自己的意志了 苏十二十六道 如果心魔节度不过去 会生死盗销吧 诗有些担心道 宋书航道 放心吧 如果真到了最后关头 我手中还有一招必杀技 对付心魔有一定的效果 哦 能协助对抗心魔 是何秘方 北方大帝好奇道 苏十二十六道 书航你说的是 造化法王的歌声吗 他也看过灵蝶尊者 发在九州一号群里的那篇文章 文章中就提到过 造化法王歌声 可能有破心魔节的功效 宋书航点了点头 所以啊 这一招要慎用 他可以直接打个电话 请造化前辈高歌一曲 效果肯定很好 然后 书航又跟北方大帝描述了 造化法王歌声的威力 北方大帝从头到尾保持面无表情 但他内心是怎么想的 就无人得知了 和聪娘的情况相似 诸天万戒中 在天道进入倒计时之后的那一刻 也有不少人正在杜劫 而他们的天劫 全部变得细小虚弱 任务式的批了几拨之后 所有的杜劫者都被扔到了心魔节中 其中就包括了九州一号群的药师 药师本来准备在研究完天劫核弹后 就准备杜劫的 但江紫燕感觉他准备的还不够充分 于是药师又按照他的要求 数次修改过自己的杜劫阵 也做了更多的准备 一直拖到刚才 药师才开始杜劫 预计中强大的天劫根本没有降临 药师和江紫燕准备了许久的大阵 根本没用上 药师站着连动都不用动 被细小的天劫啪啪啪地劈了几拨后 就进入了心魔节状态 哎 今天心魔好忙啊 在别雪仙机将八品精盛宴给大帝打包的时候 宋叔航又想起了傀儡妹子 于是他将傀儡人偶取出 让他和大帝见了面 傀儡的脸上还戴着那个猙獰的恶鬼面具 她的双眼中散发着橙黄色的妖异光芒 你是谁 傀儡妹子率先出声问道 她的目光牢牢盯着大帝 宋叔航介绍道 啊 这位就是北方大帝前辈 她有一位后辈是抱头敦防秘法的创造者 所以我在想你和大帝之间是不是相识的 不 她不是北方前辈 傀儡妹子坚定道 她继续盯着大帝 你不是北方前辈 你是谁 北方大帝轻轻叹了口气 她伸出手来 挑在傀儡妹子的下巴处 将她的面具往上推起 大帝没有将面具完全推起 只露出她下半张小脸 精致的鼻子和小嘴 不就是灵方圈 是北方 大帝温柔地用远古文 爆出了自己的名字或者道号 反正宋叔航听不懂这几个词的意思 但是显然 这位傀儡妹子对应的主人 就是大帝之前说的那位后辈无疑了 不 你不是 傀儡妹子认真的 你是谁 为什么要冒充北方前辈 宋叔航 你不要被她欺骗了 她是个冒牌货 宋叔航望向北方大帝 看大帝的表情 其中莫非是有什么隐情 大帝轻轻摸了摸傀儡妹子的脑袋 孤现在的状态和以前是有点不同 你认不出孤也正成 但是 孤永远不会变 永远不会 宋叔航心中一动 似乎 那龙王殿的始祖金龙为了脱身 会不会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呢 你的本体还好吗 大帝温柔问道 你想对付我的本体吗 我不会告诉你的 傀儡妹子 橙黄色的眼睛连连闪烁 北方大帝嘴角露出苦笑 书航小友 在孤闭市的这段时间内 请你帮孤好好照顾他 一切等到时候孤闭市结束后再联系 北方大帝叹了口气 对宋叔航道 嗯 宋叔航点了点头 同时他想起了另一件事 北方大帝和宋木头的关系似乎也不错 对了大帝 你知不知道寿神部传承的事啊 宋叔航问道 第1099集 你不是已经得到了寿神部的传承了吗 北方大帝望着宋叔航反问道 宋叔航回道 我得到的传承是远古天宁时代之后 现实建立的三十三寿神宗的传承 不过这传承到现在 有些部分已经缺失了 他最好能快点找到寿神部暗部的传承 然后在晋升无品境界前将本命法器给炼制出来 如果真的无法找到寿神部完整的传承 那他也只有炼制其他合适的本命法器了 另外 寿神部暗中的传承 会不会真的和全世界妖怪联合起来成为一家人有关呢 或许 北方大帝能够解答他的疑惑 关于寿神部传承的事情 古也是在天庭时代结束之后 遇上宋木头那家伙时 听他提起过几句 北方大帝思索了片刻 那次宋木头和孤贤聊时 提起过寿神部的事 他说 他将寿神部的传承成功转移 分为一鸣一案 暗中的传承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只跟孤说 暗中的传承 藏在一个谁也不可能想到的地方 就算别人看到暗部的传承 也绝对不会将他和寿神部联系上 说起这事 大帝心里有些耿耿的 宋木头在远古天庭被毁灭前 似乎就隐隐知道天庭要亡的事 所以才暗中出手将寿神部转移 但是 他却没有将这事告诉任何人 包括大帝在内 其实仔细回想起来 宋木头这家伙总是神神秘秘的 曾经还跟人学过挂算 或许 他真的是挂算到了什么 就算别人看到 也绝对不会将他和寿神部联系上的地方 宋书航心中拔凉拔凉的 想想全世界妖怪联合起来成为一家人吧 无论是谁 哪怕是33寿神宗的弟子过来 看到这个奇葩的妖怪联盟 也肯定不会将他和自己宗门联系上吧 唉 看样子 等夜深人静之后 我要悄悄地去修炼一趟内密集 妖怪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两百个本身了 说不定 真的能从中挖掘出 33寿神天仪器弓 和炼器之法的传承呢 宋书航心中下定了决心 同时他又问道 呃 前辈 还有其他线索吗 北方大帝摇了摇头 没有了 关于寿神部传承的事 姑了解的并不多 那北方前辈 寿神部的本命法器 是不是将33种匹配的法器 组装起来成为一体呢 宋书航继续询问道 北方大帝打量着宋书航 你想要走这条路 啊 真的能组合吗 能 但是 组合33寿法器 可不是组装积木 过程很困难 组合法器的机会只有一次 失败了就无法再重来 而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件组合法器 等于是33件本命法器 你需要投入的资源 超乎想象 并且 这件组合法器和其他的组合本命神兵不同 你需要在五品前将它们全部打造完成并加以组合 一旦过了五品境界 一旦过了五品境界 你就算再凑齐33种法器 却也再没有组合它们的机会 就算是当年远古天庭时代 物资极其丰富 受神部中也仅有两位大师 在五品前将这法器组合成功 北方大帝等 总的来说 这件组合本命法器 是真正的土豪加气韵极好的修饰才能玩得起的东西 资源和运气缺一不可 宋叔横等 呃 我想试试 如果真不行的话 至少先找到聚精仪器匹配的法器 将它炼制出来吧 三十三寿神宗中 聚精仪器的匹配本命法器炼制法 正好丢失了 加油 姑看好你 北方大帝拍了拍宋叔横的肩膀 以宋叔横小友这不幸的气韵 想炼制33种法器 大帝感觉玄 傀儡妹子从头到尾盯着北方大帝 却又一言不发 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片刻后 别雪仙鸡将八品精圣宴打包 装入一个大石盒交给大帝 谢谢别雪仙子 北方大帝感叹道 这年头想吃点好东西也不容易啊 北方前辈太客气了 别雪仙鸡对着大帝行了一礼 前辈 我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北方大帝转头面向众人 另外 叔横小友 今晚我就将那只笨龟送到你这 到时候注意接收 啊成 宋叔横道 另外 在这即将变天的时候 恐怕会发生很多怪异的事 逐天万界和现世间的通道可能会被开启 如果有通道开启在地球的话 叔横小友你注意安全 不要贸然进入这些通道 北方大帝叮嘱道 现世是个很特殊的地方 这里的现世指的不仅是地球 还包括整个宇宙 在这混乱的时期里 若出天万界和现世间的通道被打开 现世就会发生很多怪异之事 那时就是一个真正的乱世了 嗯 我知道了 我会注意安全的 宋叔横道 北方大帝离开了 傀儡妹子也回到了宋叔横的首串空间 聪娘和小彩并排躺着 他们还深陷于心魔节中 无法自拔 不过 这并不影响宋叔横挤人的胃口 别雪仙妓的八品金圣宴开始陆续上菜 一道接一道的筋肉鲜真 让人吃得合不拢嘴 没办法 因为小彩渡劫时间太久 一道道的筋肉鲜真加热太久 为了避免味道变异 别雪仙妓只有加快速度 飞快地上菜 如此一来 他之前打算好的 想趁着上菜之际 给白喂食的计划 又泡汤了 事后 别雪仙妓哭晕在厨房 筋肉套餐带来的能量庞大无比 为了防止宋叔横 施和苏十二十六出现境界飙升 无法自控的情况 在别雪仙妓的建议下 白星为出手给几人体内留了一个小型阵法 除了功德舍美人之外 这个阵法属于半封印阵法 可以将食用的精圣燕的能量暂时禁锢起来 然后 宋叔航等人可以通过控制这个阵法 来主动释放精圣燕的能量和效果 这等于是一个蓄水池 暂时将能量装入其中 需要多少就通过开水龙头释放多少 这个阵法每年的食仙宴上都会派上用场 食仙宴上总是会有大门派或是修真世家 会让年轻的弟子前来享用食仙宴 而这些弟子吃食仙宴的时候 就需要这个阵法辅助 阿十六曾经就接受过这个阵法 不过当初是苏十阿七给他施展的 八品精圣燕结束后 在别雪仙妻的建议下 众人选择在他的洞府过上一夜 好消化精圣燕的收获 吃完后正好打个座 修炼一番 效果最佳 而且等明天一早 仙妻还能给大家做点清淡的早餐 帮助消化 宋书航被先机独自安排到了一个房间 他右边房间里 是正在度新摩羯的小彩和葱娘 在边上是诗 接着是苏十阿十六 最右边的是白前辈 宋书航观察完小彩和葱娘的状态后 微微叹了口气 回到自己的房间 两人的新摩羯还需要一段时间 之后书航想到了一件事 登陆九州一号群 八刀送一道 他全部成员 前辈们请注意一下 最近天节发生了些变化 天节无法再通过强心打散节云来停止 就算将节云打散 天节依旧会重新凝聚新的节云 维持天节 北河散人道 消息来源确定吗 霸刀送一道 刚才我的弟子小彩和葱娘先后渡节 小彩的天节就是这样的 白前被出手封印和打散过节云 但天节并没有停止 云游僧通玄发了个皱眉表情 古狐冠真君道 古笑 这可真是个坏消息 我罐中正好有弟子即将渡节 药师道 药师刚才也渡节了 他的天节有些古怪 天节变得很弱 但渡完节后 就进入到了心魔节状态 这条消息是江子燕发的 要生一只男族的骄霸道 我这边也是 刚才我手家有一位海妖渡节 但他的天节变得很弱 根本不用抵抗 但劫后却进入到了心魔节状态 田田倒主道 我有一道友的道理刚发来消息 说那位道友在渡节时也是如此 天节变弱 但劫后马上进入心魔节状态 宋叔横道 你们都是这样 我这边的葱妖渡节时也是如此 小彩渡完劫后 葱娘的天节则变得很虚弱 劫后他就进入心魔状态 他在渡节的时候 正好是天 就那啥出问题的时候 而且 葱娘渡的是二进三的天节 按理说不会出现心魔节才对啊 要诗道 要诗渡节时 也是天出问题之后 要生一只男族的骄霸道 同上 宋叔横顿时有种不妙的预感 北河散人道 这波心魔节肯定有问题 持些时间你们再看看 渡心魔节的弟子有没有清醒过了 荔枝仙子道 这真是要变天了 爱的黄山真君 你什么时候渡节 要不先缓缓 黄山真君没有马上回复的 黄山不会已经开始渡节了吧 荔枝仙子心中不安 夜深了 宋叔横去隔壁房间看了一下 葱娘和小彩还是没有醒来 再等等看吧 如果明天还不醒来 就得想办法了 宋叔横暗盗 最后趁着夜深人静 宋叔横小心翼翼地 离开别雪仙击的洞府 他要去试试练一趟 妖精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两百个 第一千一百集 我怎么将核心世界给忘记了 再怎么夜深人静的地方 也不如我的核心世界隐蔽啊 宋叔横心中暗道 只要进入核心世界 就没人可以窥视到他 那里是他的地盘 是最适合修炼这奇葩秘法的地方 正当叔横准备进入自己的核心世界 去修炼妖精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两百个本事时 他一抬头 看到了夜空中那轮明月 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中秋已过 但今天的月亮看上去似乎更圆 夜色如诗如画 甚是美丽 这样的月色在核心世界中可无法欣赏到 不许 我不应该错过这样的夜色 要不还是找个夜深人静的地方 一边修炼 一边欣赏月色 宋叔横突然涌上这么一个想法 但是他脑海中默想一遍 妖精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两百个本事 想到那打不过人类修饰投降的五百种方法 男妖如何博取女主人欢心 踢掉女主人道理成功上位七十二法后 马上推翻了这个想法 这种奇葩的秘籍还是在核心世界中修炼比较妥当 因为在现实中修炼的话 万一被人看到 那他就不要做人了 最终宋叔横还是决定到核心世界里去进行修炼 在进入核心世界前 他再一次望了眼天上的明月 总感觉今天的月色特别的美 而且月光中似乎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能量 深深吸引着他 核心世界中 宋叔横来到了核心世界的最中央 活拳的边上 深呼吸 他尽量抛弃自己所有的羞耻心 我这是要研究秘法 所以就算再怎么羞耻的动作我也要完成 而且这里没有别人能看到 这里是我的世界 宋叔横按道 然后按照从入梦聪娘人生时学习到的 妖精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两百个本事 他开始一个个修炼起了 两百个本事并不是两百招那么简单 有一些技能还有很多的分支 比如光是向人类修饰投降 就有五百多种方法 简直不要脸到极点 第一个技能是神圣偷窃术 哇真让人忍不住吐槽啊 偷窃术还神圣个屁啊 宋叔横道 话虽如此 他还是按照技能介绍的过程 一板一眼地开始练习这一招神圣偷窃术 这一招其实很强很给力 当年从娘连一品境界都没有 却凭着这一招就能从九灯尼姑身上偷到一卷功法秘籍 宋叔航细细体验这一招时 发现这一招中蕴含着一些很了不得的出手技巧 这些出手技巧如果用在攻击上可以让他的刀法出招速度提升一截 诶 这妖精顽强生存下来必须的两百个本事中果真隐藏着奥秘啊 那么其他招式中是否也同样隐藏着一些窍门呢 不对 我需要的不是这些窍门啊 我需要的是三十三兽先天仪器弓的完整传承啊 宋叔航甩了甩头 接下来在神圣偷窃术之后 是打不过人类修士投降的五百种方法 其中最有气势的一招当属猛虎落地投降式 就是宋叔航刚和葱娘见面的时候葱娘施展的那一招 整个身体高高跃起 然后五体投地跪下 按照技能介绍 跃得越高诚意越大 宋叔航嘴角微微抽搐 他开始催眠自己 我这是研究功法 我这是为了科学现身 不对 说错了 我这是为了修针现身 反正没人看见吗 于是宋叔航高高跃起 以他现在的实力 随便一跃就是二十几米的高度 然后他的身体轰得一声落下 这个时候还需要配合一句很羞耻的台词 密集中特别提示过 这句台词一定要念出来 不念出来这个技能将毫无意义 宋叔航硬着头皮咬牙道 上仙请饶了小妖 小妖刚才都是在和你开玩笑的 小妖投降了 在念完这句台词的时候 宋叔航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变得无所谓起来了 羞耻心这种东西 达到一定的极限后就会崩碎 那时人类就会变得麻木 再怎么羞耻的事情也无所谓了 这种心态又叫做放弃治疗 反正我已经很羞耻了 再羞耻点也无所谓了 反正我的双手已经很脏了 再脏点也没关系啊 五百个投降法丰富多样 除了猛虎落地投降室外 还有躺在地上露出肚皮是 道歉时露出肚皮是常识 道歉时就向人类修饰露出自己可爱的小肚子 表示自己是无害的 再配合上萌萌的表情 可以引起人类修饰的侧隐之心 但宋叔航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道歉时的常识并不是露出肚皮吧 反正总结来说 这一招就是躺倒在地打个滚 然后向人类修饰露出肚皮卖萌 秘法上还提示 如果是可爱系的妖修 比如小狗小猫熊猫之类的 以卖萌为生的物种 最好是献出原形 配合秘法使用 效果更佳 啊 宋叔航从来没想过 简简单单的投降 也隐藏着这么多的奥秘和学问 可怕呀 更可怕的是 类似这种将人逼到羞耻极限的道歉法 还有498种 如果这部功法真的是送木头创造的 那他一定是个变态呀 好不容易将打不过人类修饰投降的 500种方法修炼完成 宋叔航抹了把脸 短时间内 他内心的羞耻度已经爆表 再不知羞耻为何物了 同时 他又开始沉思起来 在他修炼这些秘法的过程中 并没有引起 33寿先天仪器功的共鸣 可明应在附身小踩身体的时候 两种功法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感 是我的修炼方式不对吗 诚意不够 又或者 要将200个本事全部学完 才能产生化学反应 宋叔航按道 他又揉了揉自己的脸 打起精神 一口气将200个本事修炼完成 凭着宋叔航现在的四品境界 在加速全心全意修炼的状态下 200个本事很快就被他全部修炼完成 时间已经是2019年9月15日凌晨2点 啊 已经是新一天的开始了 宋叔航看了下手机上的时间 颓废地躺在地上 200个本事他从头到尾修炼了一趟 但是 想象中那寿神部的暗中传承 却没有浮现 甚至连两种功法间的共鸣都没有产生 实验失败了 我猜错了吗 宋叔航此时有些虚弱无力 看样子 是我异乡情愿了 或许这个全世界妖怪联合起来成为一家人 就是个纯粹的逗逼要修组织 那个秘法也只是个逗逼的秘法 和寿神部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他唯一庆幸的是 在练习这部秘法的时候 是在核心世界里 没人看到他修炼这妖精顽强 生存下来必须的200个本事的过程 否则他会考虑杀人灭口的 唉 就当这件事情没发生过 就当是我半夜睡不着 出来运动了一趟吧 宋叔航轻声道 随后他意念一动 从核心世界中离开 出现在别雪仙基洞府外 出了核心世界后 他又看到了天空中那轮明月 烂扬扬的月光落在他的身上 望着美丽的夜色 宋叔航感觉自己身心都受到了安慰 唉 早知道还不如将时间用在赏月上 他心中暗道 他深深呼了口气 仰望着圆月放空心灵 良久 宋叔航的脑海中 突然浮现出一个念头 哎 要不要在圆月下修炼一趟 妖精顽强生存下来 必须的200个本事试试 这个念头出现后 就盘踞在他的脑海 久久不散 圆月似乎带着极异的力量 对于妖修来说 月光中蕴含着一种极异的力量 在月光下修炼 可让他们修炼时事半功倍 宋叔航想起这一点 当初余娇娇和他在一起时 就经常夜间跑到他的房间 一边晒月光 一边蹭雾道时提升修炼的效果 而那部奇葩的功法 是为妖修良神打造的 或许在月光下修炼这部秘籍 才能显示出他的特殊功效来 这个念头有点类似修饰的直觉 又仿佛是有人点醒了他一般 要不试试 趁着夜色还深 找个没人的地方 悄悄地试试 小心一些 就不会被人发现的 宋叔航心中暗道 反正今天已经在核心世界练过一次了 练一次是练 练两次也是练 多练一次也无妨嘛 下定决心后 宋叔航继其宝刀罢碎 往远处飞去 一直飞出很远的距离 他才找到了一个寂静 没人烟的丛林 他的精神力散开 确定方圆几里都没有人烟后 暗暗点了点头 接着 他又将无形刀骨祭出 让他在四周巡逻 趁着圆月当空 加快速地修炼一趟 宋叔航轻声道 随后他再次从第一招神圣偷窃术 开始修炼起了 然后是猛虎落地投降式 他的身形高高跃起 轰然倒地 上仙 请饶了小妖 小妖刚才都是在和您开玩笑的 小妖投降了 可就在这时 一道空间之门在他面前打开 一只大海龟正好从中爬了出来 第二招方式 既是与其他的 另一招方式 像解散